呃 时间到了啊 志语堂的朋友们啊 大家好 呃 我是周明和啊 受这个群管连十大哥的委托啊 那我来给大家讲点东西啊 呃 我考虑着讲点新鲜的啊 有用的啊 于是就想到了这个罗马史的题目 但是呢 我有五年多没怎么碰过这方面的书籍了啊 所以难免有点生疏 希望大家见谅 呃 记得是2008年初的时候啊 呃 我买到了一部古代罗马史啊 大概有900页的 这么一个大部头啊 呃 这部书啊 虽然是苏联人写的 但是写的很好 呃 它的学术性啊 和可读性啊 都很好 所以啊 我基本上是一口气就读完了 从此啊 就开始对罗马史产生了很大兴趣 直到2011年11月 啊 我写作完成了一部 十六万字的凯撒传记啊 这个书啊 直到2015年底啊 才得以出版 呃 以前啊 也给人签过合同啊 那个 但是呢 被人家毁约了 题目叫凯撒 从人到谁啊 但是呢 我这个书啊 只是一套青少年传记系列里的一部 呃 为了适应重书体力啊 和照顾这个青少年的若读水准啊 就被删除了很多内容啊 呃 终于比较搜索了 现在一下子摸过来啊 也不是特别熟悉啊 呃 当然准备了三天吧 这个有三天的准备时间啊 现在呢 采取这个漫谈的形式啊 呃 就给大家讲点这个有价值和有趣的这个事情啊 尤其是下午啊 就是讨论的时候就提到这个关于罗马的这个基本制度的问题啊 呃 下面开始讲第一个部分啊 罗马的崛起与共和时代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制度架构啊 呃 研究罗马历史啊 首先我们要抛开固有的中国历史的观念 因为这个古罗马的历史演进模式啊 跟咱们中国的历史演进模式啊 是大相径庭啊 呃 我在凯撒从人道神一书的训言里就说过啊 下面我读一点啊 就在我们的秦汉时代 古罗马作为一个世界级的强国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超级大国同时屹立而起 而且两大帝国在鼎盛时期的面积与人口等诸多方面 也都相差无极 比如说这个面积啊 都是六七百万平方公里 人口啊 五六千万啊 啊 与我们中国朝代循环更替的历史演进方式所不同的是 罗马虽也不乏政权更迭 但他更是处在一个高度竞争性的环境里 他一路由小到大发展着 由一城之地而至囊括了整个地中海 将面积达二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地中海变成了自己的内湖 极致衰亡 又是由大到小 日渐猥琐 直至最终仅剩下君士坦丁堡 这一余之地 公元一四五三年 君士坦丁堡的最终限量 便标志着 罗马帝国的灰飞烟灭 至罗马建成的那个前七百五十三年 其文明历史两千二百余载 即便如此啊 神圣罗马帝国的称号 在西方也一直存在到了这个公元一八零六年啊 罗马最早的时候啊 不过是意大利半岛中部台博河畔的一个小小的原始公司啊 大概就是那种从事农业或者定居畜牧业的这么一个小小的村落 直到后来啊 才慢慢建立了自己的城市国家啊 也就所谓的城邦吧 据推测 公元前七百五十三年 正是罗马的建成之年 这一年啊 也被视作罗马创建之日 古罗马当时啊 那个这个历史纪念啊 就是从这一年算的公元 算他们的那个呃 元年吧 每个国家或者城市之类的往往都有一个传说 古罗马也不例外建立罗马城的据说是兄弟二人啊 传说这两个孩子啊 从小就被家人遗弃 反而是一头狼喂养长大的 所以罗马人啊 就被理所当然的看作了这个狼的子孙啊 从他们这种狠利霸道顽强的表现上看 也确实不负这个狼的子孙的称谓 罗马城又被称为七丘之城啊 因为他是建在七个比较低矮的山丘上啊 这个民主共和的这些制度架构啊 这个不可能是从来就有的 几乎所有的国家和民族啊 都是从这个君主制开始的 古罗马也不例外 在这个王政时代啊 罗马一共产生了七位国王 但在这种尊氏民族制度之下 这个国王啊 我推断 他有可能啊 都是推举出来的 就好像是同时代的斯巴达啊 就是古希腊这个啊 他们啊 就居然有两个权力一样大的国王 两位国王啊 之间相互竞争 又相互制衡啊 由两个家族啊 来世袭 在公元前509年啊 由于罗马的再任国王 惹恼了人民 结果他就被愤怒的群众赶出了罗马 从此罗马便确立了这个共和制 啊 话说在我国的这个西州时期啊 呃 公元九世纪前九世纪吧 公元前八百多年吧啊 由于这个周立王的暴虐统治 人民也将其驱逐啊 从而开始了一段共和行政时期啊 只是中国的这种共和制度啊 不过是昙花一现啊 在罗马的共和国时期啊 主要是贵族处于统治地位 这样就形成了贵族和平民之间的这个阶级斗争 不过这个矛盾啊 并非不能调和啊 阶级斗争 如果是你死我活的 那么这个罗马啊 早就把自己啊 给玩死了 嗯 就有那么一段时期啊 平民民实在是忍受不了贵族的这个寡头统治了 但是呢 但是他们并没有选择武装暴动 而是选择了集体出走啊 惹不起还躲不起吗啊 这就是国家小的好处 大不一脉 还就出国了啊 贵族们一看这个架势不妙啊 如果平民都逃亡了 不但是自己的压迫对象没有了 而且一旦遇上外敌入侵啊 那么贵族们也没法夺存啊 非得被人家略为奴隶不可啊 贵族们啊 于是就去追赶集体出逃的平民们啊 要跟他们谈判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 罗马就形成了一种新的体制啊 叫混合体制 他不同于古希腊的雅典等城邦国家 所出现的那种古典民主制啊 从这个稳定性效率等方面而言啊 罗马的混合体制啊 要比古希腊的这个古典民主优越的多 因为古典民主制啊 很容易陷入这种多数人的暴政 比如说那个苏格拉底之死是吧 他们随便那么一表决 就把这个苏格拉底给出死了啊 什么叫混合体制呢 就是集元首制 贵族制和民主制于一体的一种特殊的制度模式 两个执政官啊 或者有时候是一个独裁官 就代表了这种元首制啊 类似像以前那个国王啊 元老院就代表了这种贵族制 而各种公民大会啊 和保民官就代表了民主制啊 在这种制度上大小事物啊 虽然多是由贵族寡头说了算 但平民也能对其权利啊 有一定的制衡 从这里大家也可以看到一点啊 就是这种民主要素啊 显然就是罗马人啊 他坐在一起谈出来的啊 不是你互相打的结果啊 是彼此妥协的结果 什么叫混合体制呢 就是集元首制 贵族制和民主制于一体的 一种特殊的制度模式 两个执政官啊 或者有时候是一个独裁官 就代表了这种元首制啊 类似像以前那个国王啊 元老院就代表了这种贵族制 而各种公民大会啊 和保民官就代表了民主制啊 在这种制度上大小事物啊 虽然多是由贵族寡头说了算 但平民也能对其权利啊 有一定的制衡 从这里大家也可以看到一点 就是这种民主要素啊 显然就是罗马人啊 他坐在一起谈出来的啊 不是你互相打的结果啊 是彼此妥协的结果 当然了 因为长年累月的对外战争啊 所以罗马内部的矛盾 也在一定程度上被缓解了 下面啊 我就具体的介绍一下 这个罗马的制度架构啊 在罗马起政治支配作用的是贵族阶层 尤其是那些地位和财富 还没有走下坡路的新贵阶层 他们的主要堡垒 于共和国的领导机关 就是元老院啊 这个元老院啊 就是应该是现在这个议会的前身啊 但是呢 他又是有这个行政智能 类似这个国会啊 与内阁的这种合一吧 元老院最初权力并不是很大 但由于第二次布尼战争中 所出现的危急情况 自罗马的行政权力啊 越发集中于元老院之手 这个被认为是罗马民主政治的一种倒退啊 起码是一种平治 历史学家对此评论道 第二次布尼战争对于罗马的影响之身 可以与亚历三大战争对希腊人的影响相比拟 因为这个那个亚历三大把这些罗马 把这些古希腊都推命以后啊 他这个基本上就实行了一种 那种国王的专制统治了 这个第二次布尼战争的时间 是公元前三世纪末期 也就是中国的秦始皇以后 那个楚汉争霸啊 那个时代啊 就大概是那个时代 从这个时候起 元老院成为了罗马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 元老院啊 有权审议国家的内外方略及决策 同时他还有权对全部国家生活加以最高监督 由于罗马最初是由小小的城邦发展而来 原本的事物啊 并不是很多 所以家长式的元老院一向管得很宽啊 在王政时期就有元老院了 这些元老啊 也就相当于议员了 最初啊 一般是三百人的名额 任命元老的权力啊 以前是属于国王的 后来啊 则属于执政官 再后来啊 又转到了监察官之手 元老啊 以前都是由贵族充议 但是后来啊 也逐渐有了平民 这可能跟平民的文化水平提高啊 个别平民战功捉住啊 都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呢 元老是没有工资的 所以一般平民啊 也就承担不了这个经济负担 而且法律还规定啊 元老不许经商啊 这样那些新富阶层啊 也大多不愿进入元老院 因此啊 元老院也就更加的贵族化 保守化 元老啊 主要还是由卸任的高级官吏们担当 可能啊 也有一定的财产限制吧 他们大多是土地贵族 与政治保守派 所以元老院主要还是体现贵族的整体利益与意志 但元老基本属于社会精英 有时候也能适当照顾全民的利益啊 所以罗马的体制也有一种精英政治的取向和保守主义的作风 罗马的人民大会啊 是最高的表决机关 在这些大会上会选出向执政官 行政长官 监察官 保民官 营造官 财务官 甚至独裁官一类的高级官列 雅典的民会啊 是表现人民意志的统一机构 但是与雅典不同的是啊 罗马却有两个民会 形式上甚至有三个 百人团民会啊 选出一切普通的高级长官 如执政官 行政长官 监察官 那个不分等级且不要求财产资格的特里布斯民会啊 是最民族的一种人民大会 在这个会上会选出纯属平民的高级官吏啊 比如说保民官和那个平民营造官 而这个平民营造官啊 主要是搞这些市政建设的搞羞录的这个这个工作的啊 呃 只能啊 产生了一定的重叠 这样一来啊 便降低了人民大会的威信 而从这里啊 可能就体现出了 罗马民族啊 这个不太成熟的一面 呃 再让我们简单看一下啊 罗马的这些高级官吏啊 他们的职权啊 往往非常广泛 并不像他们的名称啊 那样单纯呀 当时的罗马人啊 根本没有什么文武分图的概念 他们所受到的教育和顺验 就是要承担 能够承担一切事物 所以这个出将入相啊 文字武功啊 呃 实在是常态啊 不过像凯撒这样的权才啊 在古罗马实际上也并不太多见啊 如果说元老院是这个董事机构的话 执政官啊 就类似于知行CEO啊 罗马的两位执政官 名义上是共和国的最高官吏 任期啊 只有一年啊 跟现在的这个四年 或者五年的总统制相比啊 呃 有点太短了啊 他们具有军事权和民政权 凡有大规模的军事活动啊 执政官往往是要作为军队的最高统帅 出征的 呃 但是经常的情况是呃 戳下一个啊 留下一个啊 象征执政官权力的 便有斧头的棍树啊 即是法西斯一致的来源 一般执政官啊 有十二位侍从 呃 独裁官则有二十四位 地位仅次于执政官的 就是行政长官 呃 行政长官啊 在王正时代啊 呃 他 时常啊 代替国王行政 所以才有如此称谓 但是 他经常啊 掌管这个最高的这个诉讼啊 有点像这个大法官了 所以啊 一般也被通称为大法官啊 不过当时 刚才我前面说了啊 他们这个职权啊 都可以都很混合啊 也不是分的这么清楚 不像现在这个三权分离这样啊 不过当执政官不在罗马的时候 行政长官啊 则可以代行其直传 这一点啊 就不如现代民主之下 行政司法区分的那么严格 呃 随着治理行政的需要啊 行政长官的数量啊 也在不断的增加 呃 原来可能有八个 后来就增加到十六个了 不好像 决定元老人选上看 监察官这个职位 似乎凌驾于一切荣率之上 在某种意义上说 也是一个罗马人政治生涯的顶峰 呃 监察官是每年各从贵族和平民中 选出一位来担任啊 监察官的权力啊 是多种多样 除了任免 元老的权力以外啊 还包括检查公民的生活和行为 点触歧视等 还负责统计公民财产 并将公民按照社会等级 政治等等级列表啊 这里再介绍一下这个歧视阶层 他是加在这个贵族和平民之间的 一个中间阶层 在贵族与平民斗争时啊 歧视阶层啊 往往是一种骑墙的态度 呃 歧视啊 原本是指在军队中充当骑兵的人啊 由于马匹等装备并不是人人都置办得起的 所以这个歧视啊 也就具有了某种财富和社会地位的指代意义 久之歧视成为一种荣誉头衔 有戴金戒指的特权 成了那群啊 有一定财富 但没有政治地位的人们的代名词啊 这个歧视啊 每年啊 还要到这个监察官那里去登记财产啊 他就类似近代的这个资产阶级了啊 由于元老不许经商 这样他们就只能打土地的主意 歧视则主要经营商业 或者包办刑审税收等事 一般来说 他们都不愿意做元老 而情愿继续从商 这样也就加重了他们从土地贵族派的分化 为了巩固自身的社会地位啊 其实就需要从平民站在一起 向贵族争夺权益 这个就像近代的资产阶级啊 要常常联合平民一起 像专制君主发难一样啊 但由于他们毕竟不同于平民 所以往往又与平民贸合神离啊 这样也就加剧了民众派的不利地位 民主民主制度的关键啊 就在于这个权力的这种分散与制衡的作用 由此由非暴力不合作的这个改良方法所产生出来的保民官啊 也叫护民官啊 就显得非常突出了 保民官是罗马民主制的一个特殊的监督机构啊 他们一共是有十个人 由每年选举产生啊 以前他纯粹是由平民担任 但后来啊 立场倾向平民的贵族也可以担任 甚至有的那个贵族啊 他他就是任那个平民做养父啊 他也可以就是获得这种平民身份啊 起初保民官行使的是帮助权 后来又发展出了反对官吏的命令 反对元老院的决定 甚至反对交付人民大会的建议的权利 如果保民官啊 发现他们和平民啊 就是这个这个建议啊 和平民的利益不合的话啊 他就可以反对交付大会表决啊 古罗马的制度架构啊 就大致先介绍到这里啊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一点 这个古罗马就是我说的这个 它是一个准法制准宪政的国家啊 或者说也可以称为叫前法制 前宪政的国家 这一点啊 在古代而言是非常了不起的 而且啊 他对于这个近代的这种制度的革新啊 产生了非常重大的这种积极的影响啊 不过我还是要强调一点 近现代的西方法律啊 又多了一种自然法 这是基督教的平等不爱的观念带来的 仅仅从这一点上来说 基督教是人类现代文明 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 下面讲那个第二个部分 罗马的军队及其对外的征服战争啊 下面啊 先读两段我在凯撒从人到神啊 一书中 关于罗马人个性 与其地理特性的这么几段论述吧 正像我们后人所看到的 罗马从起初就不是绝对封闭的 他既有农业的因素 也有商业的因素 恰似两者的结合具有了非同一般的意义 由于地处台博河下游和近海 罗马在盐的采集和运输方面就有了优势 再加上他们与两个相对文明商业化的富裕部落为零 这样也更加促进了罗马自身商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 谁过的拉丁平原既是罗马农业的基础 也是养活大量人口的保证 这里我要插一句啊 这个拉丁语啊 或者说这个拉丁呢 就指的就是罗马其实啊 由于自身所处的有利位置 从很早的时候起 罗马就开始吸引了周边地区的移民 且越是那些最富有进取心和顽强毅力的分子 就越喜欢往罗马汇集 正是这些不那么安分守长的家伙 最终给罗马的民族性格留下了显著的痕迹 当后人在思考罗马的民族性格时 尤其在思考到他的性格怎样决定了他后来的非凡成功时 我们就不能不注意到这样两点的结合 一是小农保守主义的有利成分 他带来的是团结 坚韧和克制 在于就是从那种海盗商人及冒险家们身上所产生出来的那种勇敢大胆的各种特色 这就是对外的殖民扩张的兴奋剂 通俗地来说 仅有城里人的这个精明和野心还不够 还需要农民的那种坚韧和吃苦精神 这样才容易成就大事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 罗马这个小小的城邦都不是那么引人注目的 他在地中海的体系中啊 暂时只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孤立的历史发展的测源地啊 当希腊世界大放异彩的时候 小小的罗马只能呆在一旁 眼线里看着 有人也许会这样一用呀 为什么亚历山大当时不选择去征服进出的罗马 以意大利呢 而该院不远万里去扫荡东方世界呢 其实啊 我们想想就能明白 罗马这儿的虫肠屁壤 埋荒之地啊 他怎么能值得历山大来大动干戈呢 但是罗马却乎又是一支巨大社会威力的测源地 是中部意大利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中心 他已经注定了要走上人类历史的大舞台 任何敌人也阻挡不了 归根结底 这也是一种制度的优势 罗马的历史啊 可谓是一部波澜壮阔 惊心动魄的历史 也是一部征服与奴役 兴血与纷争的历史 它的存在和发展啊 似乎更符合物竞天则 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 符合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古代社会啊 说起来确实像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啊 尤其是地中海地区的国家 民族众多 很容易就会在政治商业等方面产生冲突 战争啊 也就成为很普遍的一种解决手段 因为政治体制与古代中国不同啊 古罗马军队的指挥系统和组织编制啊 也跟中国官僚主义化 金字塔式的军队组织模式大不一样 罗马军队啊 最大的作战单位是那个军团啊 最起初啊 一个军团的满员大致是四千两百人 但是到了公元前二十世纪末的时候 就是那个凯撒往前大概一百年吧 凯撒出生以前啊 凯撒出生以前的时候啊 这个一个罗马军团啊 被扩充至六千人 每个罗马军团下辖有十个中队 每中队有三个小队 每小队有两个百人队 不过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啊 罗马军团啊 常常不会满员 每个百人队啊 总是维持在 大概八十人上下吧 这样每个军团的实际人数啊 大概只有就是四千八百人左右 而且呢 战斗解缘啊 也是常态 啊 那个我们还需要了解的是啊 一个看似不怎么起眼的百夫长 其实正是罗马军团的组织核心 罗马军团中啊 没有专职的军团长 甚至连专设的中队长 小队长也没有 从作战时临时派副将去指挥全军团外啊 实际上领导战斗 负责安营 构筑公司和维持纪律的 全是每个百人队的 这个百夫长 在全军团的六四个百夫长中 第一中队的六个百夫长被称为狩猎百夫长 他们可以直接指挥全军的其他百夫长 狩猎百夫长中啊 又属第一中队 第一小队的第一个百夫长 责任最为重大 被称为首席百夫长 他实际上就是全军团的总指挥了 他也是一个普通士兵所能升到的最高职位 责任最为重大 erin最为重大 狩猎百夫长 这位特别辛勤 阮好 小里面 总之 继续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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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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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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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